中央军委决定 大家都知道 素玉的战功完全可以被授予开国元帅贤 而且毛主席也是非常认可素玉的 同意素玉授予元帅贤 但是素玉却连续三次拒绝被授予开国元帅贤 最后毛主席等被素玉的精神给感动了 其实当时在对待素玉是否授予开国元帅贤的时候 有很多争议 其中刘少奇主席反对陈毅当元帅 而提议让素玉担任元帅 很多人在问是不是刘少奇主席和陈毅有仇 这个绝对不是的 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是那种大公无私的人 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 也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得力的助手 素玉我们知道 他在战场上有着战神的称号 曾经连续打出七战七节的军事神话 而后又在淮海战役中立下了 头功更是被毛主席大夸 所以刘少奇是非常看好素玉的 确实当时陈毅元帅是新四军总指挥 而素玉是副总指挥 但是素玉的战功连陈毅都非常认可 而刘少奇主席更是看重素玉 他觉得素玉完全有资格 配得上泰国元帅的称谓 当然了当年素玉也在刘少奇主席手下做过 所以刘少奇对素玉是非常的了解 他认为素玉是那种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的人从来不会去争夺什么东西 这一点完全当得上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至于为什么反对陈毅当元帅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刘少奇主席认为 陈毅后来的工作基本都在地方为主 你看周总理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周总理就拒绝当元帅 毛主席更是这样的 凭借毛主席的无敌战略能力 他做大元帅是没有任何人有意见的 但是毛主席第一个提出不受嫌 所以刘少奇主席反对陈毅被授予元帅嫌 但是这个时候周总理却极力的反 对 周总理认为 陈毅必须要当选开国元帅 周总理认为 陈毅代表的 是我当军队一段非常心酸的历史 虽然陈毅没有参加长征 但是他和向英共同领导了南方游击队 这个任务其实不比长征要轻松 陈毅如果都不能受嫌元帅 那么估计新四军的任何将士都无法答应 周总理说了这些话之后 大家最后都表示心服了 当然肃虞也是立着不当元帅的 最后陈毅在1955年 被授予了开国元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提供